在泉州灰安的网川村,住着一群特殊的女性,叫做网婆女。 她们用花朵把人的一生显示在头上,人生的每个阶段带花都不一样,她们的平常让人感动。 干着最辛苦的活迹,也要把生活过得漂亮,是她们告诉我的道理。 这里的老人在年轻的某年,全部被剪去了长发。 当我出现在这里,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,然后说,真漂亮,我以前啊,也这样。 网川桥这个名字,有种时空穿越,撕裂回到过去的味道。 古马头上走一走,扑面而来的是历史年轮转动的语音缭绕。 在闽南文化里,宗族观念尤为重要,所以处处都是建得漂亮的家庙。 他们常常团结在一起,带着全村人一起奔向知父之道。 网川谷街百叶巨星的往事,在光影里若隐若现,话说有非万贯家财而不能驻网川谷城的名号。 还有记忆里小时候和朋友们玩游戏的向导,口酥,菜头饼,是一定要尝一尝的网川味道。 这座小城吸引人的奥秘啊,大概只有你亲自来到,才能全部都知道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